每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都会推出一系列令人期待的电视剧供观众欣赏 然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今年TVB的剧集产量略有下降 这对于忠实的观众而言可能不是个好消息 剧集的高产量通常伴随着制作成本的上升 而如今高层决定削减产量 这一决策或许是为了应对不断亏损的状况和裁员问题 关于这部剧的演员阵容近期已陆续曝光 包括马国明、高海宁、蔡思贝、洪永成、朱敏翰、戴祖仪以及郭百言等众多演员 对于马国明出乎意料的参演该剧 许多观众感到意外 毕竟在拍摄新闻女王期间 他曾表示剧集杀青后将投入婚礼筹备 担心未婚妻汤洛文应对繁忙的安排困难 因为他们的婚期定在年底 然而如今看来 新剧的拍摄可能会影响马国明和汤洛文的婚礼计划 尤其考虑到他们已经安排前往国外拍摄婚纱照 就是说能把人家捧上天的是网友 能把人家踩在地上的依然是网友 最可怕的是捧你的人和踩你的人是同一批呀 难不成还想再玩到50岁 不想结婚就不要耽误人家 再这么拖下去可以分手了 从绝世损盘到现在成了一些人口中 拖着女方浪费女方青春的渣男 风评变化可以有多快 观马国明有感 印象里他绝世损盘的名号 可是被大家叫了好多好多年 放前些年看他 这么评价好像的确无争议 事业上典型的多年媳妇熬成婆 一步一脚印的实干派 五声里面年龄最大 红得最晚 相比其他四声相对顺遂的主角之路 一路从龙套配角演上来 曾经受捧程度五小声最末 人气跟别人差着几个量级 也不是天赋型选手 但不抱怨不退缩 为什么能出头 就是一个自熬 没机会就慢慢等机会 没天赋就一点点磨演技 自24岁那年成为演员后 他效忠TVB直到现在 堪称劳模 不过TVB人才积极 马国明最初并不受重用 跑了很多年的龙套 比如喜冤路的王眼 镜头只有几秒 比如金砖给四大才子 客串看台的群众 再比如碧雪剑 他在里面演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喽喽 最夸张的 马国明曾在一部戏里分世九角 算命先生 街头小贩 市井混混 全是他演的 马国明就像一块万能砖 哪里需要往哪搬 连房间都流传着一句话 流水的TVB铁打的马国明 即便如此 马国明从来不主动向TVB讨要资源 不论给他什么角色 他都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的对待 黄天不负有心人 2002年 马国明终于凭借冲上云霄火了一把 他和陈建峰 吴卓熙 黄宗泽 被媒体评为S四小生 总算是熬出了头 只是马国明的运气 终究还是差一点 台庆陪跑十年 提名十二次 都是空手而归 当年他被黎耀祥截胡后 一脸呆萌的表情 让人想笑 又忍不住心疼 粉丝都为他打抱不平 但马国明自己倒看得很开 还反过来安慰粉丝 2007年 律政新人王二世 坐上第一主角的位置 2012年的Uncle 36小时才开始真正被重用 而那个时候 同期其他四生 都已经要跳槽北上了 作为五生礼 唯一一个忠心耿耿留守TVB的那个 同样是地陪跑多年 终于在2020年 凭借白色强人 拿下最佳男主角 私生活方面 他也是五生里最干净 最没黑点的那一个 情史简单 从来都没什么乱七八糟的绯闻 就是老老实实拍戏 按部就班谈恋爱 维尔公开承认过的女友 除了汤洛文 就是胡定心和黄心影 和胡定心那一段略古早 两人因为参加综艺节目擦出火花 直到分手后才承认谈过 那个时候 胡定心一度被港媒贴上拜金标签 是马国明出来帮他澄清 再三维护对方是好女孩 从他俩能在TVB共事多年 甚至还能同台合作就能看出 哪怕分手了 也可以做回朋友 和黄心影那一段 更是让马国明收获大量录好 老实讲 很多人一开始知道 黄心影也都是因为他马明女友的身份 一定程度上说 黄心影有借力这段恋情 打开他在TVB的上位之路 确认关系后 马国明便对黄心影一直很用心 不仅把TVB的资源分给他 送他20万的定情钻戒 甚至为他放弃了和母亲同住的想法 后来的是大家都知道了 黄心影和许志安闹出双双出轨的丑闻 一些分手后 人品见真章的时刻 媒体对他围追堵截 以气派到他痛斥渣女 毕竟一般男人被戴上这样一顶大绿帽 都会觉得颜面扫地 何况公众人物 然而 面对这件事 马国明依然表现出平日里素有的良好修养 他没有恶语相向 更没有歇斯底里 而是语气平静 理性发声 其实这件事我知道了之后 我很快就没有了生气的感觉 我心情很快变成担心 我非常担心这件事牵扯到里边所有的人受到伤害 全程为黄心影说好话 既没有卖惨诉苦 也没有暗戳戳指责 给女方留足了体面 事业稳扎稳打 私生活无黑点 脾气好人品价 出了名的不焉不酒 乖乖仔 这个爵士损盘的名号 也是这样被慢慢打响的 前些年讨论最想嫁的TVB男艺人 第一名如果是陈豪的话 第二个被提名的带有八九就是他 还真没想到 反而在和汤洛文这两年的恋爱中 被吐槽成了没担当 耗着女生的妈宝男 上周很多媒体言之凿凿报道说 他和汤洛文终于要结婚了 先是女方在采访里表示 不排除明年结婚 然后马国明接受访问松口两人有共识 明年可能和汤洛文旅行结婚 结果谁曾想新闻出来没两天 马国明转头在TVB55周年晚宴否认了 郑重其事的表示只是有这个想法 没说明年一定会结婚 请大家不要误会 也不要乱传 OK fine 问就是 只是有结婚共识 但没说明年一定要结婚 他这番郑重澄清 看网友的反应就知道了 蛮多人不理解的 在女方公开放闪后 转头打脸 一个最多的疑问 为什么马国明一把年纪了还不愿意结婚的样子 认真来说 他俩从高调公开恋爱到现在 算下来基本无朝点了 当初被媒体拍到约会 前脚刚被曝光恋情 后脚就大大方方认了 那个时候因为安心事件 大家对这对祝福的声音非常多 双方形象好颜直搭 这两年两人感情发展顺利且稳定 双方父母满意 有意存钱买婚房 甚至已经同居住一起了 唯一的朝点居然是结婚问题 媒体从他们公开恋情 就开始问婚期了 到底哪天结婚 到底几十生BB 全网催婚压力大 倒是可以理解 但他俩会被催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马国明年纪到这了吧 一个热知识 汤裸文今年35岁 马国明比他大13岁 今年已经48了 他俩这个年纪差 按一般人的理解 肯定是马国明更着急一点 可很多时候 却看起来像是汤裸文的一头热 这是这两年党媒老说他恨嫁 恋爱脑的原因 多次公开表示过想嫁 一口一个认定对方 每次被问到具体时间 回答都是快了快了 一提到马国明 星星掩藏都藏不住 对南方各种夸赞 当年给马国明市地拉票时 还曾放话 拿市地救驾 然后呢 马国明市地拿了两年了 婚讯传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还是没有定论 而马国明这边的态度呢 会犹豫亮汤会不会是个好老婆 有结婚共识 但没有结婚计划 反观马国明相比 汤裸文的急不可耐 确实淡定许多 面对外界的催婚 和汤裸文的恨嫁 马国明显然有些犹豫 在采访中 主持人提问马国明 亮汤会不会是一个好老婆 对于这样的提问 马国明并有当机立断地 给出答案 而且犹豫在三后才表示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对方总是冒失地丢东西 对于结婚的问题 马国明也对外承认彼此想过要结婚 但是受外界环境等问题影响 很多时计划不了 马国明之所以对结婚有所迟疑 外界猜测与其妈宝男的特质有关 马国明是圈内出名的孝子 日常除了拍戏以外 其余时间都会用来陪父母 除了陪伴以外 马国明的工资 也会全部交由妈妈保管 而马国明的日常生活起居 则由他妈妈一手包办 好友陈敏之在接受采访时说 马国明整天把妈妈挂在嘴边 比如妈妈买衣服给他 妈妈买包包给他 妈妈更没完 陈敏之回忆到 记得有一次吃饭 马国明突然拿出存放硬币的钱包付钱 竟然是一个乌龟图案的钱包 那时候 陈敏之很大反应 直接说好丑啊 后来听说是马妈妈送给马国明的 他立马道歉 陈敏之直言 马国明真的很孝顺 妈妈送给他什么 在他眼里都是最美好的 更离谱的是 他这么大的男人 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居然会和妈妈牵手 这样的依赖自己的妈妈 即便马国明与汤罗文恋爱了 也是一时半刻改变不了与妈妈的相处模式 对于选择另一半 马国明也是以父母为先 他公开讲过 自己很顾家 所以做他女朋友 首要条件不是漂亮 而是跟他家人相处得来 他的父母很好相处 如果结婚不可以跟他父母同住 那就是女孩有问题 有问题就不会结婚 而且由于过于重视自己的父母 想必马国明肯定会担心自己结婚以后 老婆会与妈妈相处不来 为避免妈妈受气或者伤心 马国明不想过快的结婚 或者还没准备好结婚 也很有可能 不过为了自己的私心 一直耗着女方不结婚 马国明这样是不是对汤罗文不公平呀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不是吗 看一些港台女明星的婚恋故事 有时候总觉得特矛盾 她们荧幕形象大多是事业型独立女性 可私底下却又似乎很传统 像汤罗文吧 以她的颜值条件年龄家境 不是找不到条件更好的另一半 但看着真的蛮爱蛮想结婚的 很怕成为高龄产妇 事业上升期也甘愿为了照顾家庭隐退 陈凯玲嫁给郑嘉颖 多少人都觉得她亏了 她本人甘之如頤 当个做饭煲汤样样气的贤妻 尤其蛮意外朱千雪的 看她那么果断的退圈转行 实际上也是在恋爱中 会昏了头的女生 结婚本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年纪到了 还被全网催婚这么久 迟迟没有定论 好像是挺让人想不明白 这个修成正果的契机差在哪了 这一段时间不见了 这一段时间不见了 旁边让我还不幸